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防晒的话题 Nobu推出了两款新的物理防护产品 其实他们家的产品线非常丰富 所以这些都不属于原本它的UVEX防晒线 首先我们先来说这个BARIA CREAM 它属于Nobu的3系列 其实就是可以维持肌肤屏障的低刺激物理防晒 有隔绝紫外线粉尘的作用 30克的容量 它的售价是在4400日币含税 大约人民币223元 是我之前介绍过的Nobu UV Milk乳液防晒的两倍 来看一下它的质地 提出来是这种乳液的状态 我之前推荐的那款乳液防晒非常的像 但是涂抹上脸就能感受到 BARIA CREAM它更加的细腻 质地非常的顺滑 延展性也更好 只是对于油皮而言 刚上脸的这种反光感 还是很明显的 后续还是要做控油隔离跟蜜粉的工作 BARIA CREAM的防晒呢 它不像我之前介绍过的这款MINO 虽然都是物理防晒 但是MINO呢 上脸会迅速给你压光的感觉 而BARIA CREAM呢 它长时间都会呈现这种略带有光的这种光泽感 相比于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款我比较喜欢的NOB防晒 BARIA CREAM呢 其实拥有更多的美容成分 原本当我们的皮肤屏障在健康的状态下 是拥有足够的保水力 可以抵御外界的刺激 相反的当皮肤屏障紊乱 水分会大量流失 就更加容易造成刺激和敏感的反应 维持皮肤屏障很重要的三个要素呢 就是细胞间脂质 NMF天然保湿因子 以及皮脂 而BARIA CREAM的神经鲜胺 氨基酸和绞沙丸成分的配比呢 可以更好的维稳屏障 不过呢 就我自己感受而来 油皮没有必要特别去选它 两倍的价格呢 并不可以带来两倍的惊喜 BARIA CREAM呢 更加适合混合偏干一点的皮肤 我含有的防止液体逆流倒转的设计 也就是说 我们按压出来的这个液体呢 残留是不会回转到里面去的 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尤其是和敏感状态下 或者医美后的脆弱皮肤 当然它也同样适合慵懒的周末 不做任何的修饰 快速涂抹的状态 碍于价格的考量 原来推荐的那款乳液防晒呢 其实也同样满足这些条件 再来看另外一款 NOBE的AC Octave Series防晒 它属于痘痘肌的系列 用到了硬脂唇 甘草停酸脂 是可以起到细致纹理 并且抗火火功效的一个美容成分 SPF32 PA4个加号 同样也是30颗的容量 售价2750日币 约人民币140元 它的质地呢 是这种含有亮黄色的乳霜状质地 眼展开呢 立刻就可以起到提亮肤色 并且可以中和 痘痘肌脸上的泛红 作为油痘皮的暗沉 也可以一扫而过 呈现的不是油光 而是那种非常自然的光泽 并且并不会因为有提亮肤色的功能呢 就必须细致涂抹 在擀时间的状态下 像我刚才一样 大面积推开 也一样是没有违和感的 正因为黄调呢 更加适合我们本身的肤色 可以更好的融合在皮肤上 和刚才一样 油皮还是建议呢 后续去使用控油的蛤蜊加蜜粉 来维持住这种透明感 NOBE的这两款防晒呢 都属于医药部外皮 无香料 低刺激 都无需专门的卸妆 用造机洁面呢 就可以卸除 根据每个防晒所针对的特性去选择 就不会选错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 感谢你的收看 咳咳咳咳咳咳